更快解決問題 所以都是比較實戰的 OK 大概是這樣 其他我想各位大家稍微看一下 在講義裡面都有 裡面有很多的相關的範例 我們今天的話 第一個請各位先下載 在下載裡面的話 我們已經下載的東西在這裡 請各位先看一下 第一個講義部分 第二個範例部分 我們先把範例解壓說出來 解壓說字詞 這邊有一個 函數練習題在這裡 這個是函數的部分 函數部分的話 這邊有個課程練習題 裡面包含 邏輯文字等等的 那有這些範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在我們講義裡面 那講義 這個是我自己編的 編的時間 有一段時間的 那 我會先 把這些基本的題目 先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想大部分同學應該對這些 函數都不陌生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有些 等一下我想先從那個 文字語 資料函數這個先開始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這個 函數練習題 然後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些題目 比如說呢 我今天 這個地方有個等級 有沒有 那如果說今天他銷售量 超過100就給一顆星 200給兩顆星 但是要超過才給星 如果說他不滿 100的話 就怎麼樣呢 不給星 那這邊有個提示 就是說 請利用這個 REPT 與 INT函數 請你把答案做出來 往下填滿的話 自動會判斷幾顆星 這第一題 我想這個應該 不過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再解說 只是說 你們盡量先思考一下 千萬不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呢 一顆星的 複製 然後貼上貼上 貼上貼上貼上 這樣的話 雖然這只有五個人還OK 如果是五萬個人的話 怎麼辦 做到下班也做不完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函數 第一階段 但第二階段你可以用 其他方法 比如說按個按鈕 也可以 寫程式部分 這個是我們下個階段要教各位的 所以你們先思考 這些題目部分 題目 先想想看 千萬不要 做土法煉鋼的動作 不然沒有意義 怎麼是使用 我想我們應該是學的 就是這些精髓 即便你沒有用過這些函數 但是你也會很快上手 OK 然後其他的話像LAPT 怎麼樣去取得我們要的結果 然後 返還 幾個字緣 另外就說這邊會 LAPT加上判斷 比如說 這個是 他的性 我要取個性 然後呢 性別 就要給先生的話 吳先生 然後呢 張 賢雅好了 他是女 就是張 女士好了 OK 最後也是一樣 那 打打打 點兩下 也可以怎麼樣 自動完成 那該怎麼做 那你總不可能 又要土法煉鋼了 我看這又很辛苦了 所以這個要 怎麼去完成 裡面就要去思考函數 怎麼去下 OK 然後 諸如此類的 第一個是我們的線上講義 你們把他打開 第二個就是說 在這個練習題裡面的話 請各位打開這個 02的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打開之後的話 就可以開始練習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 逐一逐一逐一的 把答案告訴各位 怎麼去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先開啟 請各位先開啟